在古代,一场由达己和周王主办的宴会,聚集了当时最杰出的文学家,三国曹职,初唐王博,圣唐李白,北宋苏氏等文豪受邀齐聚一堂,周王表面目的是透过竞赛选出中国最伟大的文豪,但他和达己背后的阴谋却深藏不漏。 宴会上,周王在众人久憨而热之际出题,他要求四位领席辉豪,当众描述达己之美,而由来宾席中百位历代文豪如司马迁,陶渊明,范仲淹等人当评审,电子投票决定谁将胜出。 由于四位在中国的文学地位上都在伯仲之间,所以对这次的比赛结果非常重视。 曹之以他落神父的笔法描绘达己如伏妃的先姿,天若惊鸿,宛如游龙,荣耀秋菊,华冒春松,仿佛夕若青云之碧月,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 他的助手谢灵韵拼命在一旁鼓掌,说不愧是,气不成师,才高八斗。 李白哼了一声,杯底朝天之后,立刻以他独门赞美杨贵妃的清平调回音,云响衣裳花响容,春风浮剑漏滑浓,若飞群玉山头剑,会向摇抬月下逢。 他的助手,国破山河在,成春草木深的杜甫,登时大声起立鼓掌叫好。 苏东坡原本就不喜欢描述女人,尤其对达己更为厌恶,于是借题发挥,将他的著名的怀妻之歌,将成字,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良。 自难忘,千里孤焚,无处化凄凉。 达己一听,顿时眉头大促,感到苏氏暗示他奶坟墓里的狐狸精。 郑强人没发作,却听他的助手弟弟苏哲,建议另外发表一首欢乐的诗作。 于是东坡立即搬出他十八新娘八十郎,苍苍白发对红妆,鸳鸯背里成双叶,一束梨花压海棠的游戏作品,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 那这王虽然疏毒不多,但见到达己六眉道树,性眼缘争状,虽很不高兴,也只好暂且压下。 轮到王伯上场,虽然他的藤王阁绪,名震天下,但是年纪轻轻,要描述达己之美,此等狐媚艳丽的景象既非秋水长天,又非落霞孤雾,无奈之际只好将他的咸云潭引日悠悠,悟患心仪几度秋。 隔中弟子金壳在,剑外长江空自流,搬了出来,他的助手落兵王急出一身冷汗。 在一片禁忌肃杀之中,这王此时果然任无可忍,终于发作了。 他原本是想经由这次比赛,让四人纷纷迷恋达己,而后挑拨各派文人各拥其主,自相残杀。 没料到气氛开始不久就变得越来越差,从苏氏讽刺他和达己的夫妻关系,到王博暗示他将丢掉政权。 孰可忍,孰不可忍,他立刻召集殿前武士,要将这四位参赛者拖出五门问斩。 此时王博的助手落兵王见情况危急,立刻将他的臣名之作,为徐敬业陶武造席,略加修改,变成为文士讨咒王达己席,宣告他俩毁灭中国文学的阴谋, 号召来宾席上百位名动天下的文士宏儒,共同口诛笔伐,上吊天江,下潜的兵,将咒王达己和殿前武士们,如天罗地网般,包围的水泄不通。 只可惜这些文生雅士们,一见到达己,眼秀公蝉,狐媚偏能获主的姿色,立刻心精神摇,谁也无法真正下手。 就在这一刹晃神之间,又让周王和达己成烟顿走,逃回朝哥的摘星楼狐狸动躲了起来。 预知未来发展,请看下回分解。